同学们好,我们还是继续学习收入 那第五,履行每一单项履业义务是确认收入 收入嘛,是把交易价格分摊到各单项履业义务 然后按照一定的方式确认收入 我们收入在确认的时候呢 有的是在某一个时段内确认 有的是某一个时点 就说只要不符合在某一时段内确认收入的是某一个时点 那你要清楚什么样的情况是某一个时段 什么样的情况是属于某一个时点的 先看第一个问题 在某一时段内履行的履业义务的收入确认条件 什么样的情况某一时段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 属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履业义务 否则就是某一个时点 具体来看 第一种情况 客户在企业履约的同时 既取得并消耗企业履约所带来的经济利益 这个是说 不会重复的 你常规的经常性的一些服务 比如说酒店管理 那就说 企业履约同时客户取得并消耗的 再比如说 要是货物 你要是从云南的昆明 运到黑龙江的七级号 那货物呢 从昆明运到天津 那这一段期间 人家运输的人员可以确认收入 完成了 不可能说 下换一家 换个运输公司 由天津到七级号 再重复的再走一遍 回到昆明再来 那不行 所以这就是说 不会重复再做的东西 那就说 消耗了 客户取得了 也消耗了 但如果有的不行 不是属于重复的 那必须重复的东西 那不行 人家给设计一套什么东西 做完了之后 别人不能接手 接手就得重头来 那就不是说 客户取得并消耗的事情 所以一定是要保证 不是重复的一些事情 客户履约 企业履约同时 客户取得并消耗 这是一种某一个时段 那第二种情况 客户能够控制企业履约过程中 再见的商品 能够控制 那这种是说 在客户场地上去建造资产 客户控制再见的商品 在他的场地上 他说怎么见就怎么见 那是属于在一个时段 主要是针对于施工企业 它还是在一段期间 确认收费 第三 企业履约过程中所产出的商品 不具有可替代用途 且该企业在整个合同期间内 有权就累计至今已完成的履约部分收取款项 那一定是具有不可替代用途 然后下一个呢 就是要保证 在任何一个资产负债标志 那有权所得到的款项 是成本加合理利润 如果不是成本加合理利润 不行 这就是有这么三种情形 你可以按照一个时段的确认收入 如果不是这几种情形 不可以的 不能按照某一个时段确认收入 好 我们看了一题 某企业与客户签订了一个提供咨询服务的合同 从小时企业为客户提供专业意见 那专业意见是针对于专业报告 专业意见与针对客户的事实和情况有关 假设那企业完全遵守其合同义务 如果客户终止咨询合同 合同要求客户赔偿的企业已发生的成本 另加15%的利润率 15%的利润率接近企业在类似合同中取得的利润率 那专业报告当然具有不可替代用途 那现在任何资产负债表示企业已经得到或有权得到的 能够是成本加合理利润 就可以按照一个时段的确认收入 符合某一时段确认收入条件 我们再看教材的历史例 企业与客户签订合同 在客户拥有的土地上按照客户的设计要求为其建造厂房 在建造过程中 客户有权修改厂房设计 并与企业重新协商设计变更后的合同价款 客户每月末按当月工程进度向企业支付工程款 如果客户终止合同 以完成建造部分的厂房归客户所有 那我们看哦 如果说在客户的场地上建造 客户能够控制在建的商品 这种情况就是在一段期间内确认收入的 那这就没问题 因为是在客户的场地上建造 客户并且控制在建的商品 你要是在客户场地建的东西 客户不是他控制的 那还不行 一定是他控制 那才可以是一段期间 我们再看历时期 甲公司是一家造船企业 与乙公司签订了一份船舶建造合同 按照乙公司的具体要求设计和船舶 甲公司在自己的厂区内完成该船舶的建造 这不是在客户的场地上 乙公司无法控制在建过程中的船舶 那客户控制不了 那这种情况如果要在一段期间确认收入 必须保证到资产负债表制 能够得到或者应该得到的款项成本 加合理利润 否则就是某一个试点 继续往下看 甲公司如果想把该船舶出出给其他客户 需要发生重大的改造成本 那就说告诉 这是具有不可替代用途 双方约定 如果以公司单方面解约 以公司需向甲公司支付相当于合同 总价35%为运金 且建造工程度的船舶 归甲公司所有 那假定呢 该合同仅包含一项的原意 即设计和建造船舶 那30%的这一部分 并不能保证说到后续 每个资产负债表制 得到款项都是成本加合理利润 那根本就保证不了 保证不了就不是某一个一段期间 而是某一个时点 所以这个呢 就应该是某一个时点的 不属于某一个某一段期间 某一个时点 那就是你建完了 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全时 才能确认收入 那我们再看例十八 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合同 为其开发一套定制化软件系统 合同约定 为确保信息安全 以及软件开发完成后 能够迅速与乙公司系统对接 甲公司需在乙公司办公的现场 通过乙公司的内部模拟系统 进行软件开发 开发过程中所形成的 全部电脑程序代码等 应储存于乙公司的 内部模拟系统中 开发人员不得将 程序代码等 转存至其他电脑中 开发过程中形成的程序 文档等所有 所有权和知识产权 归乙公司所有 如果甲公司被中途更换 其他供应商无法利用 甲公司已完成的工作 而需要重新认定软件定制工作 所以这个就并不属于 说企业在履约的同时 客户取得并消耗的 都没法消耗 接着别人做的时候都重来 那就从这个点上 说是客户在企业履约同时 取得并消耗 说这一点满足 确认按照一段期间 确认收入 那与这就不符了 乙公司对甲公司开发过程中 形成代码和程序 没有合理用途 乙公司并不能够利用 开发过程中形成的程序 文档并从中获取经济利益 乙公司将组织里程碑验收和中验 并按照合同约定分阶段付款 其中预付款比例 为合同价款的5% 里程碑验收时付款比例 为合同价款的65% 中验阶段付款比例 为合同价款30% 如果以公司违约 需支付合同价款10%违约金 那说这个确实是具有不可替代用途 但是 那甲的这边并不能保证 到资产负债表的成本 加合理利润 那这个也不行 说虽然在客户场地这边坐 但是客户也没有控制 在建的这东西 控制不了 所以你看 按照一段期间确认收入 那三种情况它都不满足 那不满足就是某一个时间 就不能按照一段期间 但是那三个你满足 一个都可以按照一段期间确认收入 我们再把它看一下 和本力中 如果甲公司被中途更换 新供应商需要重复执行 软件定制工作 我们要是客户 在企业履约同时取得并消耗的 一定不是重复执行 那这个重复执行就不行 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就没有满足 再看第二个 甲公司虽然在以公司办公厂地的 模拟系统中开发软件产品 以公司也拥有开发过程中形成的所有程序 门档等知识产权 主导是使用 但是只是说基于信息安全的考虑 以公司并不能合理利用 开发过程中形成的这些 从中获得全部的利益 所以实际上就不能控制 纽约过程中再建的商品 你控制不了 不像说在客户场地上建造的办公楼 建完三层了 没人说别人接着建 只要人家前面的三层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我推倒了 我再重来 他不是 那是说人客户控制 以后他也会给客户带来利益 而你这带来不了全部利益就不行 然后说虽然是定制产品 不可替代用途没问题 但是不能保证到资产负债表 是成本加合理利润 那那个在某一时段 那确认收入的小你也不满足 那就是某一个时点 所以最后 属于在某一时点 履行到的利益 那这个例子也要掌握 要清楚 这是新增的这么个例子 那我们再看例19 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合同 为其进行某新药的药理药效实验 合同约定 甲公司按照乙公司 预先确定的实验测试的材料 方式和次数进行试验 并记录试验结果 且需向乙公司实时汇报和提交 实验过程中所获得的数据资料 实验完成后 应向乙公司提交一份 药理药效实验报告 用于乙公司后续的临床的医药实验 甲定该合同 仅包含一项履业义务 该项实验工作的流程和所使用的技术相对标准化 如果甲公司中途被更换 那以公司聘请另一家实验类的企业 可以在甲公司已完成的工作基础上 继继继继续进行药理药效实验并提交实验报告 那新聘的企业在继续履行剩余履业义务时 将不会享有甲公司目前已控制的 且在将剩余履业义务 转移给该企业后仍然控制的任何资产的利益 那我们看这种情况下 说乙公司在甲公司履约的同时取得并消耗了甲公司所带来的利益 就是你后面别人接着做嘛 跟前面的没关 不用说从头来 那这个就没有问题了 那就说甲公司提供的实验服务是某一时段内履行的利益 这是要注意区分这个东西 如果说要是重来的重新执行 那不行 那就是某一个时点 不用属于执行的 企业履约同时客户取得并消耗的 那就是属于某一个时点的 我们再看例二十 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合同 在乙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 提供包括依法对乙公司申请文件 证券发行募集文件进行检查 出具保健意见等保健服务 乙公司在签订合同后支付10%保健费 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被受理后 再支付50%保健费 其余40%保健费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支付 以支付的费用无需返还 如果因乙公司或其他方原因的终止合同的时候 比如说乙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未被受理 甲公司无权收取余款项 剩余款项 剩余就说不到 但可就其发生的拆旅费等直接费用获取补偿 根据相关监管要求 保健人应当结合禁止调查过程中获得的信息 对发行人进行审核检查 审核核查 就审慎的核查 对其提供的资料和披露的内容进行独立判断 保健人的工作底稿应当独立保存至少10年 如果乙公司更换保健机构 新的保健机构需要重新执行原保健机构已完成的保健工作 要重来了 如果你换的话就重来 并且乙公司需要重新履行申报程序 假定该合同不涵盖承销服务及上市后的持续督导等其他的服务 所以饭是重来的这个东西 那就不能说企业履约同时客户取得并消耗 那如果说为别人做的 不是在客户场上见到客户控制在建商品的 一定要保证说成本加合理利润到资产负债表是有 那是一个时段 否则就某一个时点 你看这个例子里面 说除非假公司完成乙公司上市前的全部保健服务 那乙公司不能从假公司提供的各项服务本身获益 你没完成的获益不了 他获益呢就要上市 他也不能说从其他易于获得的资源一期使用中受益 那先要明确 他是属于单项履约义务 也没有什么高度关联的事情 就是你判断说这件事情整个的 那是单项履约义务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看啊 说那单项履约义务 是在一段期间内渲染收入还是某一个时点 只要不是某一段期间就某一个时点 那这个里面谈到了如果乙公司你要是更换的话 新的这个保健公司要重来 那就不是说企业履约通知客户取得病消耗的情况 所以这一点并没有满足 那我们下面说出具保健意见 让他保存至少十年 但是说乙公司不能控制甲公司正在履行的保健服务 也控制不了 说虽然甲公司针对乙公司去履行的情况保健服务 该服务最有不可替代用途 但是我们保证不了 在资产负债表制 能够得到或应该得到款项超门加合理利润 所以那三个在某一个时段内确认收入条件都不满足 都不满足呢 就是某一个时点履行的履业义务 那最终到某一个时点完成时才能确认收入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 在某一个时段内履行的履业义务的收入确认方法 你是在一个时段内确认收入 我怎么个确认 而企业呢可以考虑到商品的性质 用产出法或投入法来确认 原来的曾经叫完工百分比法 我们现在更专业一些 有的时候产出法投入法 用的叫履约进度 先说产出法 产出法主要是根据以转移给客户的商品 对于客户的价值确定履约进度 那产出的东西能够确定 实际测量的完工进度 评估实现的结果已达到的里程碑时间进度 以完工交付的产品等 你从产出那方面明确能够区分 能够得到的用产出法 那如果说你得不到的 或者得到付出的成本太高的 不要用产出法 用投入法 我们看教材的例21 甲公司与客户签订合同 为该客户拥有的一条铁路更换100根铁轨 合同价格是10万块钱 不含税 截至207年12月31号 甲公司共更换铁轨60根 剩余部分预计在208年3月31号之前完成 那你看产出法很清楚 一共100根铁轨 现在换了60根 那就60%呗 所以这就是产出来算的 那60%的履业进度 合同的价格10万 我们现在要确认收入就6万 就是你到这时刻要确认收入6万 那第二个是投入法 按照投入的这一部分来继续计算 最典型的是已发生的合同成本 占合同预计总成本的比例 那投入法包括说投入的材料的数量 花费的人工工时或集气工时 发生的成本和时间进度等 这些来确定领域进度 我们看一个例题 甲公司于18年12月1日 接受一项设备安装任务 安装期是三个月 合同总收入60万 至年底已预收安装费44万 实际发生安装费用28万 甲定均为安装人员薪酬 估计还将发生安装费用12万 甲定甲公司按实际发生的成本 占估计总成本的比例 确定安装的履业进度 不考虑增值税等其他的因素 我们看他的账务处理 说用以发生成本 占合同预计总成本的比例 预计总成本是 到资产负债表示 以发生成本加上完成合同 估计将发生成本 也就是28万加上12万 所以现在看 实际发生成本 占估计总成本比例 已经发生28万 除以28万加上12万 那就是70%了 我们18年确认的收入 那就是60万乘以70% 累计确认收入 在简直之前确认过的 之前没有 那本期就是42万 实际发生劳务成本 借方合同预约成本 代应付职工薪酬28万 就是说 形成资产发生成本 什么样的情形 反映到合同预约成本里 就是说这个资产 如果是存货准则规范的 是固定资产准则 无形资产准则规范的 那不反映到合同预约成本 像你存货 反映成本核心的账户 叫生产成本 你固定资产 叫再建工程 无形资产呢 是研发支出 资本化支出 不是那些准则 当时还涉及投资性 房地产准则 不是这一些 剩下的 形成资产 在资产形成过程中发生成本 合同预约成本 那现在你形成安装 合同预约成本 贷应付职工薪酬28万 那你预收的劳务款 反映到合同负债 借银行存款 贷方合同负债 因为毕竟呢 这一部分要确认收入吗 反映到合同负债里44万 第三呢 18年12月31日 确认劳务收入 并截转劳务成本 我们确认收入时 再去充减合同负债 借合同负债 代主营业务收入42万 那合同领约成本 当然要转到 主营业务成本中 28万 企业在采用成本法 确定领约进度时 可能需要对已发生的成本 进行适当调整的形成有 我们有的要对它的成本 进行调整 什么样要调 第一个 以发生的成本 并未反映企业 履行其履约义务的进度 那这种情况要调整 比如说企业生产效率 低下等原因 导致的非正常中断 包括非正常消耗的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制造非用等 那这些我们要把它 剔除出去 第二呢 以发生的成本 与企业履行其履约 与企业义务的进度 不成比例 如果 企业呢 以发生成本与企业 进度不成比例 采用成本法 叫调 说对于施工中 尚未安装 就是你领用了 没有用的 也可能还没领用过来呢 没到位的 使用和好用的商品 或者材料等 你还没用呢 那是商品本身没用的不算 还有的一些情况要进行剔除 说是在 当企业在合同开始 就能够预期将满足下来所有条件 这样的一些支出 形成资产要剔除 一是 该商品不构成单项履约义务 二是客户先取得该商品控制权 之后才接受与之相关的服务 这是第二 第三 该商品的成本占预计总成本比重较大 四呢 是企业自第三方采购该商品 且未深入参与其设计和制造 那对于包含商品的履约一文而言 企业是主要责任人 那这个都满足的话 那这个商品要从总数理剔除 它本身就不能按照什么履约进度 对它确认收入 我们看教材的例22 2058年10月 甲公司与客户签订合同 为客户装修一栋办公楼 并安装一部电梯 合同总金额是100万 甲公司预计的合同总成本是80万 其中包括电梯的采购成本30 我们主要关注电梯这件事情 那你看电梯成本在合同总成本里面 比重较大这一条 我们的四个条件嘛 这是其中一条满足了 2058年12月 甲公司将电梯运达施工现场 并经客户验收 客户已取得对电梯控制权 那就说呢 我们的电梯给客户了 客户取得相关上面控制权 我们再进行后一步的安装 那条件也满足了 截至2058年12月 甲公司累计发生成本40万 其中包括支付给电梯供应商的采购成本30万 以及因采购电梯发生的运输和人工等相关成本5万 这5万块钱不要扣 他并没有说我们那四个条件都满足了 那是为了后续去安装服务 你取得电梯吗 这个相关的 不是属于要扣的东西 那没说说这一部分先发生客户取得控制权 我们再进行下面的工作不是这个概念 我们要扣的是那个30万 说假定该装修服务包括电梯安装构成单向的运输 已经明确了 那一般的来讲像这种电梯的安装 我们要给它装修 那装修都是事先的有些设计怎么进行做的 所以正常情况下说 那客户也不能去从别的地方易于获得的一些资源 去做 就是我们是一种像定制的这种安装一样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就是构成单向的运输嘛 而他告诉了 不告诉的话判断 也能够判断的像这种情况就属于单向的运输 那这是一种特殊的安装 然后说并属于在某一时段内的理性运输 你看那个条件满足了 它是单向的运输嘛 假公司是主要责任人 但不参与电梯设计和制造 你要参与电梯设计制造 那个电梯就构成单向的运输了 那安装说安装的 电梯说电梯的 它又不是 说采用成本法确定运输进度 那金额不含增值税 那这个呢 就说把电梯的成本 三十万要扣了 我们在算旅渐进度的时候 以发生成本四十万把电梯都扣了 再说一下那个运输费五万不要扣 那个不符合那四个条件 我们要处理的原来的整个预计总成本八十万 其中电梯三十万 那我们把电梯扣了 剩下的成本比才有意义吗 所以这个呢是百分之二十 换句话来说 安装那一部分 不含电梯的 那个安装这一部分的 旅渐进度百分之二十 阿雷某八年十二月要确认的收入 一百减三十 电梯的三十吗 那这一部分安装的百分之二十 所以要确认收入 是安装部分 电梯呢我们买来了 再给客户 那这一部分啊 客户取得相关上面控制权 我们对他单说 按照相同的金额确认收入去 所以再加上三十万的收入四十四万 那确定的 已销商品的成本 安装这一部分 八十减三十之后 乘以百分之二十 然后电梯截软成本三十 等于四十 那对于 每一项履业义务 企业只能采用一种方法 来确定其履业进度 并一贯的运用呗 你要用相同的方式 我们真正要确认收入的时候 是合同交易价格乘以利润进度 那是到私产负债表之指 累积确认收入 当期确认多少收入 八以前 期间确认收入扣除 就属于当期的 确认费用也是一样的 合同预计总成本乘以利润进度 那是说 累积要确认的这一部分费用 八以前的扣除 就属于当期的 毛利就是本期确认收入 减去本期确认费用就行 当履业进度不能合理确定时 企业已经发生的成本 预计能够得到补偿的 那你应当按照 已经发生的成本金额确认收入 直到履业进度 能够合理确定时为止 每一资产负债表示 企业应当对履约进度 进行重新的估计 当客观环境发生变化时 那企业也需要重新评估 履约的进度是否发生变化 如果变化了 按照会计估计变更的方式进行处理 我们看19年考题的资料 3里面的6 A公司208年 与某客户签订合同 为客户建造一条电子产品生产线 供期两年 所有建造过程 均在该客户厂区内进行 采用分期收款方式与客户结算 A公司按照履约进度 在建造期间内确认收入 履约进度采用投入法确定 208年末 A公司对该合同 根据累计实际发生成本 占预计总成本比例 确定履约进度 并据此确认208年收入 用于确定履约进度的 累计实际发生成本 包括已投入的直接材料 直接扔工 以采购 尚未运抵客户厂区的设备 以及其他与合同相关的成本 那你履约进度时候这个就不行 没有真正实际发生 不能算 而要求假定不考虑其他条件 指出A公司的会计处理 是否存在不当之处 如果存在不当之处 提出恰当的处理意见 那我们看答案吗 就说会计处理存在不当之处 处理意见 在采用投入法估计履约进度时 应扣除 说随意发生单位导致 向客户转移商品的投入 因此要扣什么 已采购 但尚未运抵客户厂区的设备 那就不行 你要从总成本里把它扣了 这个不能算数 就把这个说清楚就行了 第三 在某一时点履行的履约义务 就说只要是不满足 在某一时段履行履约义务的 就是某一时点要确认收入 那确认的时候呢 原则上是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 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 准则上给了一些迹象 但不是说 这些迹象都满足 你还要根据这些迹象 去判断 是不是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 迹象第一个 企业就该商品享有限时收款权利 即客户就该商品付有限时付款义务 那这时啊 你有这个迹象 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了 第二 企业已将该商品的法定所有权转移给客户 即客户已拥有该商品的法定所有权 你想法定所有权都有 那正常情况下没问题 这个迹象就说他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嘛 未来会给他带来全部利益 那第三 企业已将该商品实物转移给客户 即客户已占有该商品实物了 都转移给他的占有了 但这种情况 是不是说我们给了一方另一方占有 我们这一边就一定确认收入 那你还是要看 他是不是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 有些情况并不是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谈到委托代销 那你委托方把自己的商品交付给了客户 交付给了寿托方 这寿托方不是最终客户 寿托方并没有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 因此委托方就不能确认收入 只有寿托方把这些商品卖掉了 到了最终客户了 最终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 那你委托方才可以确认收入 第二关于售后代管商品的安排 就是我们向客户销售商品 有的情况下客户可能把全部商品 或者部分商品没有提走 我们要判断呢 要不要确认收入 如果说符合售后代管安排的 虽然我们把货物还存放 客户没有提走 那也要确认收入 不符合售后代管安排的情况 就不可以确认收入 那什么样的情况下 就是说属于这种售后代管安排 我们要同时符合四个条件 才可以 第一个呢 那你必须是具有商业实质 这是必须 没有商业实质都不让确认收入 那第二个 客户呢 是说商品必须能够单独实质 属于客户的商品能够实质 你要有指定的地点给他放 不是说跟我们别的同类的商品放在一起 这是第二个 第三呢 这个商品可以随时应客户要求交付给客户 客户说提走就提走 第四呢 是说企业不能自行使用商品 或把商品提供给其他客户 你不能说啊 我接着用 或给别人用 那不行 这些都满足了售后代管 你可以确认收入 否则不能确认收入 我们看例二十三 208年1月1日 假公司与乙公司签订合同 向其销售一台设备和专用零部件 该设备和零部件的制造期是两年 假公司在完成设备和零部件的生产之后 能够证明其符合合同约定的规格 假定企业向客户转让设备和零部件 为两个单项履业义务 且都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的履业义务 209年12月31日 乙公司支付了该设备和零部件的合同价款 并对其进行了验收 乙公司运走了设备 但是考虑到其自身的仓储能力有限 且其工厂紧邻甲公司的仓库 因此要求将零部件存放于甲公司的仓库中 并且要求甲公司按照其指令随时安排发货 乙公司已拥有零部件的法定所有权 且这些零部件可识别属于乙公司的物品 然后说甲公司在其仓库的单独区域 存放这些零部件有地方放 并且应乙公司要求可以随时发货 客户想提货就提走 甲公司不能使用这些零部件 也不能将其提供给其他客户 你看这也满足了 当然这局有商业实质 所以这种情况下 虽然零部件没有提走 但是我们是可以确认收入的 符合售后贷款安排 这就没问题 你要正常确认收入去 我们再看例24 A公司生产并销售笔记本电脑 207年 A公司与零售商B公司签订销售合同 向其销售1万台电脑 由于B公司的仓储能力有限 无法在207年底之前接收这批电脑 双方约定A公司在208年按照B公司的指令 按时发货 并将电脑运送至B公司指定的地点 207年12月31日 A公司共有上述电脑库存 1.2万台 其中1万台将要销售给B公司的电脑 就包括这个 然后这1万台电脑和其余2000台电脑 一起存放并统一管理 所以没有单独地方放 这就不属于售后贷款安排 这里说彼此之间也可以替换 那在这种情况不符合售后贷款的 我们就不能去确认收入去 那就是这么一个做法 你收钱了 只是反映到合同负债里去 第四 企业已将该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客户 这些客户已取得该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 我们在新的准则之前 原来确认收入时就看它 风险报酬转不转 但我们现在不是 只是把它作为一个迹象 现在说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券才可以 那你比如说 如果是我们现在把商品 发给客户了 发的时候已知客户发生了财务困难 但为了跟客户维持长期的关系 合作关系 你发完了不是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入企业了 这个风险报酬其实没有转移 就不能确认收入 只有说客户情况好转了 能够给我们钱了 到那时候来确认收入去 第五 客户已接受该商品 那接受了呗 那也是一个迹象呗 认为控制权转移吗 还有个其他 这是大致了解一下 上述所说的都是迹象的问题 那我们接下来看20年的考题 那资料二 那里面的第一个事项 A公司19年 与某客户签订一项合同 不含增值税的合同价款是1000万 按该客户的特定要求 制造一台专用设备 A公司在自己的厂区 完成该设备的制造 客户无法控制 在建过程中的设备 A公司如果想把该设备 出售给其他客户 需要发生重大的改造成本 合同约定 客户在签订合同日 支付合同价款的10% 在A公司完成 该专用设备主要部件制造时 支付合同价款50% 在设备完工交付时 一次性支付剩余40%合同价款 客户已支付的款项无需返还 如果客户单方面解约 客户需向A公司支付 相当于合同价款30%违约金 截至19年末 A公司已完成该专用设备 主要部件制造 并按以收取的600万元确认收入 该专用设备预计将在20年5月完工 并交付给客户 那实际上我们要看的就是它 是不是属于一个时段 如果不是一个时段的 只能是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 才能确认收入 那你真正要不是一个时段的 我们要确认收入就是1000万 那得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实 否则不行 不可能说出现了600万确认收入的事情 如果说是某一个时点的话 要求 假定不考虑其他条件 只说A公司收入确认相关的会计处理 是否存在不当之处 如果存在不当之处 提出恰当的处理意见 不考虑相关税费或地盐所的这些影响 说会计处理存在不当之处 处理意见 该项交易不符合在某一时段内 确认收入的条件 那就说应在履业义务完成 客户取得设备控制权是确认收入 那在20年设备完工交付给客户 取得控制权的时候 一次确认收入是1000万 那他要让你再去说理由 为什么不属于在某一个时段内的 你可以按照我们前面有过类似的例子 来进行说明 你在自己场区见的 这种情况 要保证成本加合理利润 但保证不了 保证不了就某一个时点 他没让说你可以不说这个 但是要说呢 收入确认有什么不当支出 那你要说 你只能是某一个时点 客户觉得相关商品控制权 才能确认收入的 我们再看18年考题资料 里面的第二个事项 A公司与20某7年初 与某非关联公司D公司签订合同 按D公司的要求设计和建造一台设备 该设备的建造周期超过一年 A公司在自己厂区内建造后交付给D公司 由于该设备为定制设备 一旦D公司不能履行合同 A公司需耗费巨大的改造成本 才能将其出输给其他方 那显然就告诉 具有不可替代用处 因此A公司在合同中约定 如D公司单方面解约 则需向A公司支付 已发生的全部建造成本 二年某7年底 该合同的履约进度60% A公司按上述履约进度 相应确认收入和成本 那这也不行吧 那这种情况说 具有不可替代用途的 一定是要保证成本加合理利润 不是说成本这一块就行了 要求 假定不考虑其他条件 指出A公司的收入 确认相关会计处理 是否存在不当之处 如果存在不当之处 简要三明理由 并提出恰当的处理意见 也是说不考虑 相关税费或定员所的这种影响 存在不当之处 简要明确它 理由 说D公司单方面解约 A公司只能有权收的是 全部建造成本 而不是成本加合理利润 所以你不能保证 到资产负债表制 真正 你收取或应该收取款项 是成本加合理利润 那不行 就不能说按照一个期间确认收入 说处理意见 该交易不满足按照履业进度 在某一时段内确认收入的条件 那你只能交付的时候 客户取得控制权是一次性确认收入 这是处理意见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合同成本 里面涉及到一个是合同履约成本 还有合同取得成本 而企业为履行合同发生的成本 不属于其他企业 会计准则规范范围内 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 应当作为合同履约成本 确认为一项资产 那其他准则前面给大家谈到了 将存货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最多再加个投资性房地产 那后面的项提供服务这些 也是形成资产构成成本的 要反映到这来 合同履约成本 或者说什么 要提供安装服务的这些 后面我们也会谈 如果施工企业的 那也是这种情况 都不是属于那几个准则规范的 这些资产发生成本 反映到合同履约成本 履行这项合同过程中发生成本 合同履约成本 什么样的要记进来 其实 它跟我们什么存货成本的一些构成 固定资产成本构成 原理都是一样 第一个 该成本与一三当前 或预期取得的合同直接相关 包括呢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制造费 明确由客户承担的成本 以及应该合同发生其他成本 这就是说直接的 这一些 那第二个 该成本增加了企业 未来用于履行履约义务的资源 履行履约义务 我们会要向客户收对价吗 还有该成本预期能够收回 那下面这一些呢 要记当机损益 就发生时记当机损益 不构成合同履约成本 管理费用 我们一样呢 和企业行政管理部份发生的这些费用 说记管理费用里去 第二非正常消耗的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制造费用 或类似费用 说这些支出 未履行合同发生 但未反映到合同价款中 那你不要进成本 除非说非常特殊的事情 合同里说了 允许有一些非正常的东西 发生了可以 但这可能少 确实也有 那行 那你往成本里记 没有反映到合同价格里面 像这些非常原因造成的 全都记当机费用 当机嘴益 引以外支出 记住当机引以外支出 第三 与旅行义务中 以旅行部分相关的支出 那都旅行完了 再支出 我们要废应化 第四呢 无法在尚未旅行的 与旅行的旅行义务之间 区分的相关支出 那也分不开的 我们也都是出于谨慎 废应化 即当机损益 第二个呢 是合同取得成本 如果企业为取得合同发生的增量成本 预期能够收回的 应当作为合同取得成本 确认一项资产 那该资产贪销期不超过一年的 可以发生时 即当即损益 合同取得成本 强调的一定是增量成本 就是你取得这项合同发生 不取得这项合同不发生 这才叫增量成本 那比如说我们为了签合同 做了禁止调查 发生的一些禁止调查费 派人出差发生拆累费 那不见得取得合同 这不叫增量成本 我们发生是即当即损 那例二十七 甲公司是一家咨询公司 其通过竞标赢得一个新客户 为取得该客户的合同 甲公司发生下列支出 第一个聘请外部律师 进行禁止调查的支出 一万五 能不能取得合同不知道 所以这个并不就是属于 合同取得成本 第二因投标发生的拆累费是一万 能不能中标不知道 那这个当然也并不是属于 合同的取得成本 第三销售人员佣金五千 那这就是呗 我不取得合同不给 取得合同要付 那就要增量成本 所以它属于合同取得成本 甲公司预期这些未来的支出能够收回 此外呢 甲公司根据其年度的销售目标 整体盈利情况及个人业绩等 向销售部门经理支付年度奖金 一万 但这与合同取得成本一点关系没有 那属于后面什么职工薪酬的事情 我们这个例子里面 大家知道真正的要属于合同的取得成本 就是佣金 销售人员佣金 那别的都不是 那第三 与合同履约成本和合同取得成本有关的资产的贪销和减值 贪销 没什么难理解的 比如说合同履约成本 那我们进行安装 发生的这些成本记录到合同履约成本 取得收入反映到主营业务收入 那你合同履约成本当然要截转 确认为主营业务成本了 我们把存货卖掉了 取得收入确认收入 存货的账面价值也要往主营业务成本里寄 那在这里相当于合同履约成本的贪销 取得成本的这一部分 那我们 比如说主要是佣金 取得这项增量成本与销售相关 贪销是把它寄销售费允许 那第二个是减值 合同履约成本 合同取得成本的账面价值 高于下列两项的差额的 超出部分提准备 确认资产简直损失 那其实呢 你看 什么跟什么比 企业因转让该资产相关的商品 预期能够取得的剩余对价 那第二个 为转让该相关商品估计将要发生成本 和我们存货 材料提减值 原理一样 我们想材料要是用于生产产品的 那你如何确定可必性净值 我们用的是产品估计售价 那你看这不是说吗 这边 因转让该相关商品预期能够得到剩余对价 那你剩余这部分有多少对价 估计售价 说减去进一步加工成本 那这块说 为转让该相关商品估计将要发生成本 这不就进一步加工成本吗 当然我们材料说 要把产品卖掉估计销售税费 因为现在说的这项合同 都存在着那个相关税费的问题 所以他这个一跟二实际上相当于可变性净值 比他账面价值低了 那就提减值呗 确认资产减值损失啊 那接下来说 这一部分减值可以往回转 就像存货的定价准备可以转一样 你就知道可以转就够了 但转回后的资产账面价值 不应当超过假定 不具体减值准备情况下 该资产再转回日的账面价值 那是正常啊 我们毕竟历史成本嘛 你转回时 不能超过正常核算的账面价值 这就行了 后面这一段子就无所谓 一般大致看看 下面有这么一个问题解答 施工企业发生亏损合同 预计损失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那亏损合同 也就是说合同预计总成本 比收入多了 那比收入多就涉及到有亏损的问题 我们像施工企业 它是按照履约进度确认收入 那完成的这一部分损失 正常核算的时候 已经进进去了 也就是说体现的主营业务成本的数值 比主营业务收入多 现在你没有完工的这一部分怎么办 这叫预计损失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那它呢 要执行或有事项准则 我们看这个答 预计损失为或有事项 那适应于或有事项准则 存在标的资产的 应当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 并确定减值损失 那如果你有资产 借方资产减值损失 在合同履业成本减值准备 那这种情况当然 就说你合同履业成本有余额的 我们算履业进度的方法呢 当然不会说是已发生成本 除以合同预计总成本比例 如果这种算履业进度 合同履业成本没有余额 这个大家可能专业阶段学习时也注意到 但是别的方法 比如有时经过专业测量时测量 合同的履业成本可能会有余额 那你对它提减值准备去 如果预计亏损 超过减值损失 不存在着存货等标定资产的 那你确认预计负债 那这份损失我们当期要进行反应 处理时借方借记主营又成本 待方待遇负债 就知道一下这个事情 好 这一回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